洪仲秋案件当中 洪仲秋手上有两本死亡笔记本 而这两本死亡笔记本呢 在洪仲秋的遗物交给他们洪家以后呢 两本本子不见了 可是这两本本子却已经被泄露出来说 这两本本子里面可能有什么样的东西了 但是很重要的是 跟这个本子有相关人等呢 现在发现到他们开始被调职了 为什么军方要做这样的动作吗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如果移交到一般法院的话 可能最后重启调查会出包啊 我们必须要理解到洪仲秋 他的死亡笔记本 过去传言是一本 那经过我的消息来源证实应该是两本 那两本我也过去讲过了 其实就是在洪仲秋 他送三种的那一天晚上 7月3号的晚上 他们就开始收洪仲秋的内务柜 这个内务柜里面除了手机 他们事先拿走了以外 那其他包含洪仲秋的 像书籍啊 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 衣物啊等等那些 全部都被收走 而收的虽然是一个潘信的士兵 但是这个潘信的士兵 他奉了副连长刘元俊的命令收 现在潘信士兵能南塞 五四二旅任职 好 他们收到了以后就交由这个辅导长吴义竹 吴义竹 那个时候各位晓不晓得 他有拿给谁看 谁 他有拿给范左线他们看 所以范左线他们也看到了这个东西 范左线知道 然后 陈以仁应该也知道 陈以仁也那个应该知道 然后他寻现 给了监察官跟参谋主任 政战主任那些 统统都有看到 最后才到了副旅长跟旅长的手上 那这个死亡笔记本的整个作业流程是 虽然是这样子 但是令我感到好奇的 关陈跟X士兵是什么事情 各位晓不晓得 陈姓士兵 好 陈姓士兵 他最先看到的 这个死亡笔记本 是因为吴义竹的关系 然后就是因为吴义竹的关系呢 他转成了 给了谁 苏建伟 哦 转给监察官了 监察官还有保防官 这些人通通都 都看过 那X士兵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陈姓士兵他就觉得中间有问题 所以他才会转给监察官啦 因为他直接跳过辅导长 而到监察官的手上 监察官是履司令部的人啊 对 然后 X士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X士兵 他就跟我讲 他说最好的方式啊 最好的方式 请金高检或者陶检 赶快去五四两旅 把所有的录影带掉了下来 他们几次的篡政 就是跟这个那有关系的 几次的篡政 只要看录影带 那X就是最后看到 也就是说监视机影像会拍到这些篡政的人进到履司令部大楼 对 然后最后他看到沈维治桌面 还有监察官的桌面 都放了这个笔记本 这个最后一次是7月19号 所以他在7月10号跟我讲的时候 他在7月10号 他就把这个整个篡政的过程就讲得非常清楚 结果现在不信的 苏信士兵因为自愿意的他还在 那陈信士兵 奉辅导长命令转交上去 现在调子 唯独X士兵 唯独X士兵 他还知道一些内情 但是他们问陈信士兵 其实他问的不是死亡笔记本 是问MP3跟手机到底怎么传到洪家 然后借故警告他们 你再讲这个 你有伪证罪的问题 或者你敢说出去的话 就有泄密罪的问题 用军法泄密罪来办 那最近军方宣导的就是整个的过程 但是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这一些 你看看 当我们在新闻龙卷风 一而再再而三提到这个一物事的时候 我连名字都没有讲 对 我连名字我都没有讲 大家都可以作证 对不对 我都讲一物事 我从来没讲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结果我讲完没有多久 他就调子 7月 调子 奇不奇怪 除了这个以外 问问何江中的驾驶兵 这个人姓张 问问他 何江中 他当天 跟黄天任 到底有没有瞧 体检表跟禁闭室的问题 问他你就清楚了嘛 况且车程一个多小时 因为驾驶兵在车上都听到了 何江中跟黄天任这个副旅长 两个副旅长究竟谈了些什么了 对 红中秋统统统讲 然后 红中秋居然在车上还继续讲 但你想想看一个上校的参谋主任张志伟居然会载着一个义务一下子送到紧闭市去这中间吊诡车上的驾驶兵全都听到 全都听到听到没有多久调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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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全都调职了嘛 对 就是我刚刚讲死亡笔记本也调职 换句话说除了这些人调职 我刚刚我再讲二六九旅的几个士官在红中秋案发前后都调职了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这个中间的一些事还有一个我们看军中的内斗究竟有没有真相换句话说没有真相我坦白讲今天斗李斗李翔斗的除了阎明还有成全官什么 成全官所有的事情是直接向国防部报告的 所以你等于说成全官是完全跳过了陆总部而直接向国防部的之前的话是参谋总长严明 参谋总长 对啊